新興毒品越來越氾濫 有些會將毒品偽裝成咖啡包 小熊軟糖 甚至搭上疫情順風車 印上清冠一號字樣 就是為了吸引青少年好奇新稀石 根據衛福部食藥署統計 今年第一季國內藥物濫用尿液減體 共有一萬九千多件 陽性率為32% 比去年同期增加2.8% 其中以甲基安非他命的陽性率最高 占8成 其次是凱他命有27% 值得注意的是混合式毒品越來越多 例如同時檢驗出馬非、可帶因 及甲基安非他命就有475件 醫師警告 多重毒品混合使用 很可能導致中毒死亡 醫師表示毒品成癮是一種腦部慢性疾病且容易復發 因此臺北市聯醫與宗教團體合作 辦理藥營者家屬支持團體 第一階段將協助藥營者三個月內完全停用 達到早期緩解 若持續一年未再使用 就可以進入第二階段緩解期 讓藥營者逐步減少對毒品的依賴 原事新聞綜合報導